关于大众涂锐最新MLB EVO平台的白色测试线的作用解析 记得收藏保存 在拆解CR涂锐内饰的时候 是不是发现地毯下面有好几根这样的白色线束 但仔细观察后发现 这几根白色线束并没有与车身的用电设备相连 而且线束的末端位置还有一个铝箔方块 其实这几根线束是淋雨渗漏测试线 在主机场由工作人员铺设在各个角落 对车辆进行淋雨渗漏测试 测试未发现有渗漏后就放在地毯下面 该线束与车身的所有用电设备不相连 下面介绍一下是如何进行淋雨渗漏测试的 这是没有进水的白色测试线 可以看到测量结果在1.5Mbps 接着测试一下进过水的白色测试线 可以看到测量结果却在14Mbps 由此可以判定在该测试线位置有水渗漏 所以在拆解全新CR涂锐内饰后 看见这几根白色测试线 可以测量一下 如果没问题就直接放好 装在地毯下面就可以了